生命纪 第26章 你进去得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的地 并且居住在那里的时候 就要从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 将收成的各种初熟土产取一些来 盛在筐子里 带到那里 耶和华你神选择作为他明居所的地方 到当时的祭司那里 对他说 我今日向耶和华你的神宣认 我已来到耶和华向我们列祖启示 要赐给我们的地 祭司就从你手里把筐子接过来 共在耶和华你神的祭坛前 你要在耶和华你神面前告白说 我的祖先原是一个流亡的亚兰人 带着稀少的人丁下到埃及寄居 在那里 他却成了又大又强 人数众多的国 埃及人恶待我们 迫害我们 将苦功加在我们身上 于是我们哀求耶和华 我们列祖的神 耶和华听见我们的声音 看见我们所受的困苦 劳逸和欺压 耶和华就用大能的手 和伸出来的绑臂 以及大而可畏的事和神迹其事 领我们出了埃及 将我们领进这地方 把这流奶与蜜之地赐给我们 耶和华 看哪 现在我把你所赐我地上出熟的土产供上 随后你要把筐子供在耶和华你神面前 向耶和华你的神下拜 你和立位人 以及在你中间寄居的 要因耶和华 你神所赐你和你家的一切福分欢乐 每逢第三年 就是捐十分之一的那年 你从你一切土产中取了十分之一 要分给立位人 寄居的 孤儿和寡妇 使他们在你的城镇中 可以吃得饱足 你又要在耶和华你神面前说 我已将圣物从家里拿出来 给了立位人 寄居的 孤儿和寡妇 是遵照你吩咐我的一切命令 你的命令 我没有违背 也没有忘记 我守丧的时候 没有吃着圣物 不洁净的时候 也没有拿出来 又没有把它献给死人 我听从了耶和华 我神的话 都照你一切所吩咐地做了 求你从天上 从你的圣所垂看 赐福给你的百姓以色列 和你向我们列祖启示 所赐给我们的这片土地 就是流乃与密之地 耶和华 你的神今日吩咐你遵行 这些律例典章 所以你要尽心尽信 谨守遵行 你今日宣认 耶和华为你的神 承诺遵行他的道 谨守他的律例 诫命 典章 听从他的话 耶和华今日 照他所应许你的 也认你为他宝贵的子民 叫你谨守他的一切诫命 要使你得称赞 美名 尊荣 超乎他所造的万国之上 并且照他所应许的 使你归耶和华 你的神为神圣的子民 他所应许的救援 在这里 你对我可以做的 你于是 他所应许的